說明會上座無虛席 男女老少一共260人 全部都是律師 因為支持柯文哲 決定義務幫忙 監督驗票工作 上千箱封箱的選票 即將重見田日 割開紙箱撕開年交 早上8點多票軌正式起封 台北地院出動50名法官 書記官進行驗票程序 不過柯丁雙方都需要律師在場 柯文哲因為經費有限 只好召集律師義務幫忙 支付大約2000元的車馬費 來幫忙驗票的律師 大概有260位左右 那這些律師都是因為認同柯市長的理念 所以他們就這樣一個拉一個 很快的時間他們就報名而滿 那其實我們也蠻不好意思的 因為這個車馬費的話 大概其實比較微薄啦 無市場驗票程序中 律師扮演關鍵角色 宣偉人員持白手套拿出選票 法官進行認定 雙方律師如果有意義即可提出 討論後記錄筆錄 並且將選票引本帶回 讓何怡婷做最終認定 今天的驗票當中 我們會發現疑問 然後再提起當選無效之種 台北地願出動四分之一人力 要讓驗票順暢進行 也避免壓縮法院運作 預計驗票從11月30算起 法定20天需要完成 台北市長重新開票 花落誰家就看數字見真章 記得陳文岳台北報導